普通玩家看到的小五 vs 主播玩家看到的小五 普通玩家看到小五 哇 这不就是走罗大陆里的小五姐姐吗 我太喜欢她了 兄弟们给我商店要超红个子 终于看 迷你世界中的小五 她可以操控传送门 并且她的武力非常高强 但是在游戏中 她的脖子居然是歪的 很多小伙伴说 歪脖子的小五在卖萌 错 并不是 她被一个人揍了 你们难道不好奇 揍她的这个人是谁吗 如果你在迷你世界中 也喜欢小五 请点一个赞 对了小伙伴们 在评论区中发出五个笑脸 就会结束心特效哦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游戏商城中的小五 她是正常的 小伙伴们你们看 释放完技能 她的脖子是直的 并且非常的正 官方大大在简介中写道 你好 我叫小五 跳舞的舞 并没有说 她的脖子究竟被谁做歪了 那么游戏中的小五 她的脖子究竟是被谁做歪的 今天我和学姐 发现了这个人 她大概率是唐三 小伙伴们你们看 唐三手握好天锤 这个好天锤 只要轮一圈 刚好可以打在小五的头上 所以我和学姐认为 游戏中的小五 她的头是歪的 那是因为被唐三给揍了 哎呦我去 关注发第二个表情包带走 喜欢小五的小伙伴 根据关注发第二个表情包呀 所以说小五的头之所以是歪的 那就是因为被唐三给揍了 你们知道了吗 哎呦我去 没有了 知识又增加了 兄弟们给我上电邀 嘲讽鸽子 咱们给我上电邀